这是一个眼睛的这个结构 那这个眼睛呢 这边是下眼睛 这边是上眼睛 上眼睛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是睫毛 那这个睫毛根部呢 形成的这个线呢 我们通常这个地方就是所谓的上眼睛 那各位还可以看到 这边有一个瞳孔 正常的状态之下呢 这个上眼睛的这条线呢 会盖住这个瞳孔 大概是1到1.5mm 一般人呢 这样子看起来的时候 其实眼睛非常的有精神 那如果不幸的 这个上眼睛的这条线呢 慢慢的往下来 就可以看得到说 整个眼睛的看起来的感觉呢 就会比较没有精神 所以一般呢 这边可以分成呢 轻度 中度 跟重度 如果我们看这个A的地方 这个是正常的这个上眼睛 那盖住大概1到1.5mm B的这个地方呢 它是盖到大概3mm 这是所谓的轻度的眼睛下垂 那如果到C的时候呢 它盖住大概3到5mm 这是中度的眼睛下垂 如果是到这个D这个地方的时候啊 其实已经是盖住了部分的一些同仁了 那这样的话甚至会影响视线 那这就是严重性的眼睛下垂 关于这个眼睛下垂 不管是单眼或是双眼 其实都有可能发生 先天性的或是后天性的 其实都有可能 有些人呢 从出生的时候啊 眼皮看起来就 比较没有办法张得非常开 这是变成一个先天性的这个眼睛下垂 其实是因为本身我们的体眼睛的结构啊 比较没有那么完整 所以张开眼睛的时候呢 没有办法把这个上眼睛呢 张到我们看起来非常有精神的这个位置 另外一种就是后天性的 出生以后呢 其实都蛮好的 但是呢 随着年纪啦 那随着时间的过去啦 慢慢的产生出来 通常这个就是后天性的 那后天的话跟先天的话 其实原因不太一样 后天性的呢 其实有蛮多是因为 我们的体眼睛呢 跟剪板呢 它已经有分离了 那分离了以后呢 在我们张开眼睛的时候 这个体眼睛就没有办法 把这个剪板 抬得到适当的位置 所以看起来就是想要睡觉的感觉 如果是单侧的话 当然看起来就是会变成大小眼 如果是两侧的话 看起来整个人就是觉得 没有精神的感觉 通常这种眼瞼下垂的话 它不会自己好 它只会越来越严重 我们想想看 我们的眼睛啊 一天大概要扎个两三万次 这么长期的使用啊 其实任何人啊 在任何状况都有可能会产生 上眼瞼下垂的状况 有些人在年轻的时候就会发生 有些人呢 年纪大了以后啊 它就产生出来 所以呢 对于这种上眼瞼的下垂啊 后天的这个产生啊 其实任何人都有可能会发生的 根据统计啊 有许多是因为穿戴这个隐形眼镜啊 太过频繁 或是使用的时候呢 太过用力呢 长久下来的话 就容易会产生这个上眼瞼下垂的状况 当然呢 另外如果在平常的生活习惯里面啊 比如说眼睛常常会过敏啊 然后会去很用力的去搓揉啊 这种动作的时候呢 其实长久下来 有可能会对我们的体眼睛呢 会产生影响 这样它跟剪板之间呢 产生的分离 那这样的话就也会产生上眼瞼的下垂 所以其实平常生活里面呢 其实还是有蛮多细节哦 如果不注意的话呢 会产生这样子上眼瞼下垂的状况